台北市長柯文哲被誓言風波 糾纏怕了要變神話一哥 被柯P難賴神 台南市長賴清德 明明向來謹慎小心 絕不多說 竟一反常態變身賴大炮 像酒令 蔡依林 或是江蕙 甚至於張蕙妹 男性的像偶像團體五月天 那你想想看 這些偶像巨星 在做酒品的廣告的話 會不會促成民眾更進一步的去買酒 賴清德的話題真的太跳通 認為大明星不該代言酒類 讓人乍聽之下摸不著頭腦 原來是針對台南警友會主任 酒駕事件有感而發 但賴清德這一回真的很敢說 之前我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林一誠 他因為房價過高 擔心造成民眾購物不易 影響他們的生活 所以他拒絕做房屋的廣告 我看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先批完一票大明星 再讚美林一誠 這些藝人的名字 從賴清德嘴裡說出來 已經非常難得 但好像不怕得罪人 批評毫不留情 但賴神啟動 打臉模式也不是第一回了 前幾天柯文哲 對於英國外賓送的懷表 說是破銅爛鐵 賴清德也在臉書PO文說 朋友送的禮物 不管價值代表的是友情 任誰看起來就是打臉柯文哲嘛 柯皮上任以來市政備受關注 就連一句話都可能佔據一整天的新聞版面 反倒賴神的政策鮮少被關注 人氣排行也小叔柯P排第三 這一回打破一板一眼的形象 開口吐槽大明星 成功引人注意 卻讓這些大明星躺著也中槍 接下來關章台南報導